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議員盧文松 決戰新北 今天特別要向各位觀眾朋友來報告 在過去這四年裡的我們對市政建設的努力 那麼第一個我們先講到 永和國中跟福和國中入學制度的一個修正 因為在過去是擔任秀蘭國小家長會長的關係 在當時我們就聽到很多家長的困擾 因為在民國82年的時候 當時永和國中跟福和國中的入學制度 他的方式是以身分證尾數的單雙號來做區分 單號念永中 雙號念福中 但是有個現象就是說假設你有兩個小朋友 身分證字號尾數又是分屬單雙號 你可能會分唸兩所不同的國中 那產生一些問題出來了 包含了你的接送問題 你的親私溝通問題 包含你的資源分享問題 我想都造成相當的不便跟困擾 當時很多家長會跟相關的機關這邊來做反應 希望是不是可以讓他們可以 兄弟姐妹他們可以念同一所學校 當時得到的一些回覆都說不行 這是制度 這是規定 我們也覺得很納悶 我們知道那是規定 但是不合理的規定 我覺得我們就應該要打破僵化的 這樣一個不合理的制度 所以在上一屆選舉之前 我們把這個東西也列為政見 上次順利當選之後 一進到議會裡頭 我們第一個提出來 我們希望可以就這樣一個入學制度 來做一些調整 讓這樣的一個入學制度可以更加的合理 我們經歷過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兩次的事件總質詢 我們也都請朱立倫 朱市長 可以來允諾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調整 經過很多的一些努力 我們在105年的時候 把這樣的一個制度修正成 兄姐在校期間 其弟妹可以隨兄姐同校 換言之 只要你哥哥姊姊念的是永忠 弟弟妹妹就不受到單雙數的限制 就可以跟著姊姊或者哥哥 一起念同一組國忠 我相信這樣的一個方式 是可以解決到不少的一些困擾出來 我記得有一年土地公生日的時候 土地公生日的時候 我在敬酒的時候 有家長拍拍我的肩膀 他說羅園謝謝你 我還不清楚什麼一回事 然後他跟我講說 今年他們家的小朋友 總算可以念同一所學校 這聽起來是很卑微的願望 但是他會很感慨的 這樣子碰到我 特別跟我說謝謝 那我覺得民意代表是有這樣一個權利 甚至於是有這樣一個責任 來打破這樣這些不合理的制度 讓這些制度更加的有人性 更加的合理 也免除掉一些家長跟學校的一些困擾 我想這是我們第一個做的努力